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动平均线是最常用的技术指标之一 透过计算连续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平均值 得出一个概括的走势而掌握趋势变化 移动平均线一般会看10天、20天、50天、100天和250天 10天线和20天线反映短期的趋势 50天线和100天线反映中期的趋势 250天线反映长期的趋势 250天线又称为牛红分界线 当指数在250天线上面一般判断为牛市 而在下面则为红市 除了日线图 移动平均线也可以用在小时图、周线图和月线图 移动平均线可以作为股价或指数的支持或阻力位参考 因为平均线的背后意义是市场参与者 特别是大户的平均买入或卖出价 所以当股价一直在平均线上面 即是相等于股价高于大部分市场参与者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买入价 而当新市场参与者亦愿意支付比之前较高的价格买入股份 即是可以预期往后的价格趋势向上 而下面的平均线的价格就是支持位 是价格见底反弹的指标 相反如果股价跌穿平均线 即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市场参与者开始蚀钱 市场有机会出现止蚀盘 甚至造成更大的沽压 令到股价的趋势有机会逆转 当整体趋势向下的时候 在股价上面的平均线就是阻力位 一旦股价升至接近平均线 即是市场参与者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买入价 就会令他们先行止蚀离场 所以上面的平均线会限制价格的上升 简单而言 当指数或股价升穿移动平均线 可以视为转强的买入讯号 相反 当股价跌破移动平均线 就可以视为转弱的买出讯号 而当短期的移动平均线 升穿长期的移动平均线 会被称为黄金交叉 市场普遍认为黄金交叉 应该是买入的利好讯号 相反 短期的移动平均线跌穿长期的移动平均线 就是死亡交叉 出现的时候代表买出的利淡讯号 在主流分析中 短期移动平均线和长期移动平均线的组合 包括10天和20天 20天和50天 50天和250天 另外要留意移动平均线的滞后性 尤其是转向出现的时候 天数较短的移动平均线的滞后性 会比长期的移动平均线使用 但是它的转世信号出现的次数会较多 或者会令投资者困惑或者被误到 也有指根据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作买卖的胜算不高 其实每种技术指标都有它的优缺点 并无任何一项指标能够有100%的准确度 22度お願いします 22度